HELLO 各位同學 歡迎又來到我們的瑜伽之境 那今天蓮老師要教大家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上班族都非常需要的 我們的肩頸放鬆 因為上班族通常都是固定一個動作 可能就是要看3C或是坐在辦公室 那常常都會覺得肩頸不舒服 那其實肩頸不舒服的人 常常會覺得頭暈腦漲 因為我們這裡只要肌肉緊繃了 你的氣血循環就會比較弱 所以你就會感覺常常會覺得好像頭腦缺氧 那頭腦缺氧的話也會影響我們的思緒 那今天蓮老師呢 就來帶大家做幾個簡單的放鬆跟伸展動作 好的 那我們要開始伸展我們的肩頸的話 我們第一個動作可以開始很簡單的去伸展我們的脖子 那你就這樣做正做直之後呢 你的右手要握你的頭 攔到你的頭耳朵 但不是直接把你的頭往右邊帶 就要先把你的脖子往上去延伸到這邊 然後再往你的右邊帶 去感受一下脖子側邊的伸展 然後你的身心 身體 然後再往右邊帶 慢慢抖著 手放開之後呢 我們換手 來到你的右耳朵 把你的脖子往上帶之後再往左邊 去感受從你的脖子的側邊 一路延伸到你的手指頭 也是你的身心 身體之後 抖著 接下來呢把你的手 身體膠扣之後 來到你的脖子後側 把你的脖子呢 往前帶 去感受一下脖子後側的伸展 這時候呢你可以左邊右邊的 去轉動一下脖子後側 舒緩一下脖子的壓力跟緊繃 舒緩一下脖子的壓力跟緊繃 兩到三次之後呢 我們回正 把手剪開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伸展 你身體往前趴 往前趴之後呢 去感受一下你下背部的伸展 肩膀放鬆 你也可以讓你的身體 趴下來 趴下來 趴下來之後呢 一個呼吸 然後我們可以往右邊 讓你的右下巴 感覺去找到膝蓋的感覺 去伸展你的左側腰 然後回到中間 回到左邊 做我們整個肩頸 伸展跟火化 回到中間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些肘關節 還有整個肩頸背部 我們的肩胛部的活動 你可以手肘彎曲 然後 臂起來 讓它靠近 然後做幾次的伸展 打開 合起來 那我們開的時候吸氣 合起來 吸氣 做五到十次 可以活化我們整個肩關節 我們的肩頸骨 然後呢 我們到五到十次之後呢 你也可以讓你的手肘靠近之後呢 往上抬高 你視線可以跟著往上 去活化一下我們的肩頸骨 好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進階版的 可以更開展到我們後側的肩頸骨 我們可以一樣的手肘彎曲 交替它 這樣交錯 如果第一個你這樣子靠近的時候呢 你已經感覺肩頸骨非常緊繃 就讓你兩個手臂靠在一起 去感受一下你肩頸骨的開展 還可以同學我們吸氣往上 開展更多 吐氣往下 如果還可以同學你可以讓你的手 再一次的往後繞一個圈 讓你的手掌吸腹後 一樣吸氣往上 吐氣往下 一樣的三到五次 給自己的一些時間去開展我們的身體 好 我們可以準備換邊 剛剛是右上左下 現在我們就左上右下 一樣讓我們的手臂 撲碰 第一個練習可以手臂撲碰就可以 往上 去感受一下不從的力量 往下 還可以同學我們再繞一圈 讓你的手掌部 一樣吸氣往上 吐氣往下 你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 你後側肩頸骨的開展 好一樣三到五次之後呢 可以回來 好感受到我們後側肩頸骨開展之後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往前開衝的動作 一樣是做直坐體之後呢 讓你的手往後握拳 握拳之後呢 你要肩頸骨向後旋轉開來 好 可以同學 讓你的肩頸骨旋轉開來 之後你的手臂不碰的感覺 你想像你後側的肩頸骨 是緊緊的靠在一起 皺皺的感覺 然後你的拳頭 用力握緊 前面是開胸的動作 後面是用力握緊的動作 還可以的同學 我們讓你的拳頭握緊之後呢 吸氣 輕輕的往上 做到一個開胸的動作 深吸 這樣可以平留三到五的呼吸之後 我們手輕輕放開 好 接下來這個動作 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開展 那同學們可以跟著去去 漸進的去做這個動作 要練習的時候呢 先趴下 趴下的時候 你雙手往兩邊打開 那假設我們現在要先練習左邊 讓你的左手往上大概十五度角的地方 是因為手指頭張開 然後掌心貼好地板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大的開展的時候呢 持續漸進跟著做喔 你的右手來到你的胸口旁邊 推地板 讓你的身體側身躺下來 側身 那你這時候你會很明顯感覺到 你這個肩關節的地方 會有一些感受 那沒有關係 那你都可以循序漸進去感覺你的身體 如果你停在這裡已經感覺非常緊繃 請你在這裡一樣是五到十個呼吸就可以 如果還可以往前進的同學呢 我們就讓你的手 推地板之後呢 讓你的腳掌 兩個腳掌踩下來 屁股往內挪動 讓你的屁股是 坐下來的一個姿勢 去感受一下你的肩關節很大的一個開展的張力 可以 停留五到十個呼吸 停留五到十個呼吸 還可以的同學 才讓你的手 往後找到你的手 做到一個停留 還可以的話就讓你的屁股往內再摩 坐下來 停留五到十個呼吸 去感受一下肩關節的開展 OK 停留完畢之後呢 手解開 身體慢慢的先趴回來 那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開展動作 你趴回來的時候不要馬上移動 讓你的身體做一個步 我們現在練習我們右邊 右手往上十五度腳左右 準備好之後掌心就貼好地板不要動 左手來到我們的胸口旁邊 把你的身體推到側躺的動作 側躺第一個你可以屈膝 去感受一下你肩關節的開展 幾個呼吸的停留之後 還可以前進的同學 你的手好 你的手推好地板之後 兩個腳掌踩下來 然後屁股往內合動 做五個呼吸到十個呼吸的停留之後 就可以回復 然後趴回來 趴回來之後呢 完全不要動幾秒鐘 讓你的身體做一個復原 各位同學 希望你們今天有跟著蓮老師 練習這幾個開肩肌的動作 希望這些動作對大家有幫助喔